主席各位同仁請羅部長 羅部長請 段委員好 部長你好 根據法務部的報告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對於肯亞案的處理 我們基本上就讓中方去做偵辦審訊 然後我們就派檢察官 辦完之後會怎麼樣不知道 然後馬來西亞案 看起來就是這20個人在台灣的 就是台灣辦 這32位32個在中國的 已經送到中國大陸了 就是中國辦 那麼這32位 雖然說我們經過4月15號 包括剛才陳明文委員大罵了一頓 坦白講我其實是检察官覺得委屈啦 因為捐證有沒有來 你知道他如何是好呢 但是在4月20號 這20位 您的報告也提到 有18位已經收押禁見 有兩位這個禁管 限制出禁 然後呢馬來西亞那32個 我們分別在25號26號 像桃檢跟中檢都申請了鞠票 對不對 我們也在22號 刑事警察局到了馬來西亞 那麼跟我們的聯絡官一起 去詢問了這32個人 就是我們的準備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送回來我們就會 鞠票都開了 大概就會被這個拘禁 那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還是被送到中國去 那當然啦我覺得 應該要生氣的是陸委 或者是法務部 但是法務部呢 看起來並沒有生氣 因為你要求我 我也做了 結果呢 你打我一個耳光 把人 你還是把他帶走了 然後告訴我們說 4月28號由高檢署召集 包括NCC 包括刑事警察局 包括調查局 成立一個追張平台 那這些案子呢 我也提過 其實中方最在意的 當然是追張 你人判多重 錢追不回來 我沒有辦法對我的人民交代 但是這些案件發生啊 不是今天才發生 結果我們在4月28號 才去成立這個追張平台 這個之前在做什麼 我們以後有時間在談 但是我好奇的是喔 如果這個變成一個模式 這是什麼模式呢 就是叫做承認現實模式 也就是人既然被你帶走了 那我就不跟你去要了 我也不跟你去搶了 那我就是來跟你說 那我能不能跟你一起辦 那如果這個模式可以成立的話 以後到底哪一個類型 適合這個模式 這個之前我們談過的 在菲律賓啊 這個把人送回來 還傳出我們法國部的官員 去叫人家 這個公安部 那個公處長 來把人帶走的 這個疑雲的 那個菲律賓那個 馮某的案件 那個馮某的案件 發了這個 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 他那個發紅色通報 他不是用我們 中華民國的國民喔 他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發了紅色通報 那 中國也沒有起訴 然後呢 也沒有把他 他監禁 他就在中國被限制出境 好那現在被發了紅色通報 因為中國公安部通報 國際刑警組織 那所以這又變成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 我們的國民 並沒有被起訴 那個案子辦了幾年 我辦了好幾年 還沒有被起訴 他離開了中國大陸 那在第三國 因為國際刑警組織 發了紅色通報 他就被扣押了 然後就要求要送回 中國去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我國的國民 他沒有因案 被偵辦 但是還沒有起訴 如果說 他離開了中國 然後到第三國 或者甚或在台灣 都有可能被要求 被遣送到中國大陸 的話 那我們要請問說 如果這個模式成立 那我們要不要援引這個模式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假設有 中國人在台灣犯案 他可能還沒有被起訴 他也還沒有被拘禁 結果他就離開了台灣 那我們要不要要求中國把這個人送回來 我們來辦這個案子 報告員 這個我們要還依著我們現在的態度是要 但是這裡面其實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因為這一位逢信的嫌疑人 其實就跟馬來西亞這20名來台灣的情況是一樣 他也沒有在大陸起訴 他是有案在深自偵查中 或者說還在被調查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任何證據掌握 所以他回到台灣之後 他完全就是自由人 你記不記得喔 你記不記得在兩年前 我知道了這個案子 因為我在委員會也陳述過 那時候你沒有來 那我們記不記得兩年前有一個中國文化部的官員到台灣來 結果涉嫌性侵我們飯店的服務生 那後來等到這個案子曝光的時候 他人已經飛走了 你記得這個案子嗎 好像有 那如果這個案子 我們不曉得他確實後來有沒有去怎麼樣辦 但如果這個案子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不要去整理這些 人到了台灣之後 他們在台灣如果 因為他 他沒有 他人已經走了 報告委員這種類型 我們跟大陸已經達成共識 要由我們來辦 由我們來辦 我們會不會請他把人送回來 因為被害人在台灣啊 是可以要求啊 我們沒有要求 現在沒有這樣的狀況啊 為什麼現在沒有 過去兩年前發生了 我們現在不追究嗎 不是 剛剛委員講的是在台灣犯罪的時候 不是去警察局報了案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喔 那個馮某的案子喔 其實狀況是一樣 他的公安還在偵辦 只是因為他沒有走 他人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那他人在那個地方 他在偵辦中他沒有被起訴喔 結果他就被發布了通緝 那你這個文化部的官員 到這邊涉嫌性侵 我們這個觀光飯店的服務生 那這個服務生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們也到警察局去做了筆錄了 那只是因為人飛走了 他已經走了嘛 當天就走了 當天走了之後 那我們就算了嗎 這個案子有沒有再繼續辦啊 你們要去問一下 蛤 好這個你們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因為我臨時把這個案提出來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承認 他居然可以這樣 他沒有被證明有罪 他在第三國都可以被通緝 他們都要把人帶走 甚至我們 由我們調查局的這個同仁說 他聽到這個龔彥平說 說是我們通知 我們這國兩支的官員通知說 去現場處理 如果 不管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這個模式可以成立 那我們也要要求啊 這個比起 這個商業詐欺啊 對 如果屬實的話 那不是嚴重百倍 那我們因為他人已經走了 我們就不追究 那部長告訴我們說 那現在沒有案子 現在是沒有案子嗎 我還是我們就把這個案子 就放過去了 你說的是那個性侵案還是 性侵案 我說的是當然是性侵案 應該是有 但是我們會去瞭解這個 但是如果我今天在這邊不提 我們就不會再去想到這個案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 以打擊犯罪為理由 看起來法務部應該要生氣的 沒有生氣 反而竭力去配合對方 但是對我國國民 被中方人士 就是涉嫌對我們 這個我國的國民有犯罪行為 我們有沒有竭盡所能的去要求 去追討 去討一個公道 或者是我們能不能在司法上面 竭盡所能的去訴究 如果這個是一個模式的話 我們就會要求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不是 我還有最後一個要求 能夠把這個案子 我提到剛才兩年前那個個案 能夠做一個書面報告 你們打算怎麼做 能夠在一個禮拜之內提交本會 好 好不好 謝謝